他把我手给我扎了 还笑这个 像这样就是那个沙滩上鼻鼓的生号 灰是真毒啊 这家伙得给他整一个脱脏的来 要不然是真麻烦 这还长了个连体 这地方一个 这地方还有一个 这个是真毒啊 他能进化海里的海水啊 进化水质 一天的进化的集中啊 和国家放浴缸一点试试 而且肉也特别大这个季节 这也是一个模样坡 啊 什么情况 还露水哦 我费了 这应该是被冻焦了 刚才那一个在沙里面它冻不结实 这一个在水里面 现在的水温 有零度以下了 特别凉 在沙里面它还能保点弯啊 在水里面直接冻 冻得有点净 再给它 不过的话 冻冻很浅 但这里它爬了有三个多个水 只爬了有二十来个水 如果在这边有水的话 还有一多多水 就爬了一两米 太小了 别忘了 走吧 这个就让我第一二十个多了 太多了 出来吧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天哪 哎呦 哈哈 我天哪 它碰这个帽子怎么这么长啊 看 都拉死了 来吧 别跑了 像这样的迷你巴掌鱼回家做个蛋炒饭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 用手一扣就下来 行 这就不表演 回家起锅烧油 把你的锅也带下来 火了 这应该是火 这会扯的话 我都不打算热比 这叫片口鱼 是海上隐藏的方式 鱼类它是不会爬的 波沙堡里也特别强悍 看一下 就这一面跟上边也差不多 翻过来的话就好弱 这个个头不小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告诉你 喜欢咖啡的帮帮点赞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到这里 拜拜